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既有专注你就会发现 你的身体会告诉你 这个食物对你的生理是好还是不好 就透过这个方式 你就可以松办你的饮食焦虑 因为作者贾德森博士 他现在是布朗大学政念中心的创新部门的主任 然后他也是一个神经科学家 他也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成瘾精神科学家 很多人去精神科找他看病 其实都是有暴时的现象 那贾德森博士就发现 他很多病患其实都是压力 或是情绪性的进食 他们其实没有察觉到他们不是饿 或是他们无法分辨 真的饿还是是因为情绪的关系 然后开始大量进食 他就打造了一个21天的挑战 然后他的病患透过这21天的挑战 就可以改善跟饮食的关系 然后从自我憎恨变成自我成熙 就可以迎来一个更好的一个人生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本书 这本书当中利用了科学法则 跳脱了假性饥饿的循环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点的 然后重新信任你的身体 然后修复你和食物的关系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我就是想吃 有时候嘴馋 尤其是看电视追剧的时候 你就会忍不住觉得应该吃点什么 可是实际上你并不饿 对没错 一开始有解释说 很多人都喜欢用节制 因为很多人意识到自己吃很多了 他们想要透过意志力 或是用一些方式 少吃一点的克制自己 可是常常会固态复蒙 可能节食第一天有效 一个礼拜有效 可是之后就管他的 我就想要吃 他克制不了 自己想要吃的欲望和渴望 他里面就解释 先用科学文理解释 为什么意志力或节食是没有效的 因为他说心理学 有一个不要想着白熊的实验 你越强迫自己 不要去想 那个东西就越浮信在脑海中 比如说你一直克制自己 不要去想那些食物 你就越有冲冲想去吃它 那你就会一直失败 他就解释 为什么节食是没有用 意志力也是没有用的 透过他的解释 我们就更了解说 就是要跟食物打好关系 靠意志力是没有帮助 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失败 就一直震恨自己 他说就是你不要怪自己 你要就是透过正念 觉察和疼惜 去改善自己和食物关系 你要去找出 是为什么会导致你有这样的情绪 去找出那个习惯的回血 然后打破它 就是透过觉察和正念 去养出一个更好的习惯 他说你不要觉得是 快习惯或好习惯 你要转念想成说 这个是有意的习惯 跟无意的习惯 这样你才不会怪自己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在节食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变瘦 可是在变瘦的过程当中呢 你会觉得 啊 冷了三天 应该可以吃一天吧 然后就报复性饮食 饮食完了以后 你觉得哇 体重又增加 好像过去的那三天 节制又没有用了 所以你就会在这个 回圈当中不断的来回哦 这本书当中呢 其实会告诉大家 你要解决掉这个问题 其实你要从你的观念 去做改变哦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圣体你自己 本身有这样的经验吗 我其实从小到大 我大概减肥七次以上了 然后一开始我都会就是狂吃 我都是二群循环 就是我是吃素的 常常会被人家问 为什么你吃素你还这么胖 那我就有时候会很难回答 因为我就觉得我喜欢吃 那可是我就是因为大量的进食 可能就觉得很好吃 然后就一直吃一吃 那长辈会一直喂我 那我就是变胖 当我觉得我过于肥胖的时候 我就开始节食 我当小学六年级 或是国一那时候就开始节食 我试过很多方法 都会节食啊 或是吃那些练食西药的东西 就是让我快速排出我吃的东西 然后或者是我透过大量运动 可是每当我瘦下来之后呢 我就会松懈了 我就觉得我现在变瘦了 那我就觉得我再也不需要运动了 那我就是又开始狂吃 所以我就这样子 从小到大 我大概反复减重了七次 然后又失败了七次 看到这本书以后 我才真的了解到 过去很多做法都是错的 就是节食和用意志力 那个告诉自己 那个都是很容易失败的 那个基本上是无效的 如同刚刚讲到的 作者说那个错的不是我们自己 不要一直怪自己 他强一点 他说现在都食品产业 是故意透过那些化学的物质 让我们对那些加工食品成因 他其实上 那个也是一个食品业者的 一个赚钱的方式 只是我们要透过 专心吃东西去分辨出 那个食物到底是真正的好吃 是否真的对我们身体有助 因为他说我们身体 其实专心吃的时候 你可以分辨得出来 他到底对你身体好不好 他说你只要专心地吃 身体就会告诉你那个反应了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都会在大吃大喝之后呢 就感到了非常后悔哦 可是呢过没有多久 可能你会有聚餐啊 会有聚会啊 又要开始进行下一顿的饮食 你就会开始觉得 我好像不能这么罪恶耶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反反复复啊 对没错 你们有21天挑战嘛 他建议你不要一口去读完它 你就给一天读一次 那大概花21天 读完它的21个挑战 其实他里面就提到一个绝产嘛 就是说当你专心吃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大概 当然一次一定是肯定没法做到 你就是多花个几天 长期地观察你的饮食习惯 然后去调整它 比如说很多人觉得 冰淇淋一定比花椰菜好吃 那可能是过往的一些经验的看法 可是你可能以前吃东西都吃很快 所以你是没有专注去吃那个冰淇淋 或专注吃那个花椰菜 他说当你专注去品尝它的时候 所以你会觉得说 那个感觉他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吃 那其实一开始书中也有提到 大脑有分成生存脑和规化脑 那生存脑就是它会帮助你 记住你当下做的那些事情 规化脑它是比较蜿蜒化的 它会透过过往的经验 去判断未来的事情 所以当你很小的时候 你可能吃到冰淇淋那个生存脑告诉你说 这个是好东西 因为它让你变得很开心 脑袋也多半会分泌出来 所以生存脑还告诉你 这是好东西 下次你看到它你就要马上吃到它 可是当你年纪见长 然后可以控制你的想法的时候 当你专心去吃它的时候 你的规化脑就跑出来 那你就可以去看这个食物说 就是那个身体会告诉你 这个食物对你好不好 当你专心去吃它的时候 然后规化脑它会跟进那个奖励的成绩 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 那个规化脑会记住它 你就不断重复这行为后 之后当你遇到花椰菜跟冰淇淋的时候 你会自然而然去选择 对你生意比较好的东西 就是规化脑会帮你做出判别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让自己养成这个习惯 就像圣婷刚刚提到的 21天 我们可以透过21天的挑战来改善自己 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人家讲说 习惯的养成是21天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 可以让我们在饮食方面得到一些节制 否则我们都用意志力来解释 这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那时候我看这本书 我其实也自己有做实验 因为像我过去其实蛮喜欢吃泡面 应该说大部分都很喜欢吃泡面 因为其实我吃东西的速度很快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 我其实有算过 我其实只有没有可以吃完一个便当 速度其实算蛮快 就是基本上就是用塞的 吃东西被我的同事或是被我的家人说 我吃的速度太快了要放慢 所以我其实这几年 其实慢慢的试着放慢的速度 尤其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有一天我就跑去超商 然后也是吃那些比较不健康的 加工食物或是微波食物 那我就专心吃泡面 还有那些垃圾食物 然后当我专心吃的时候 我就发现感觉那个味道 好像跟之前的味道不太一样 当我专心吃那个泡面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它好像没有强中这么好吃的 那其实就像苏东说的 当你觉得没有这么好吃的时候 你的脑袋会告诉你说 它的奖励成绩没有这么好了 假设你在多吃几遍 你就会想要自动的避开这个 对你没有这么好的食物 因为身体会告诉你说 这个食物好不好 它可以分边 我现在就有意识的减少 不要去碰那些加工食品 因为我已经吃过 然后那时候的经验告诉我 他好像没有强中这么好吃的 而且苏东其实那个作者也有说 他以前很喜欢吃那个虫虫卵汤 后来他专心的去吃那个虫虫卵汤的时候 他也发现好像没有这么好吃 然后他觉得好像吃那个橡胶 所以他就从此以后 他就开始放下了虫虫卵汤 他其实也开玩笑说 很多病患去找他后 他们都放弃他们最爱的食物了 因为我们很喜欢这些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就是好吃 没有啦 我们不能在节目里面宣导这件事情 但是的确因为他用了很多的调味料 让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非常美味的 然后加上说精致化 所以你会觉得这些东西除了看以外 不管视觉吃得到 或者是我们的味觉吃得到 都会让我们对于这个饮食产生喜好 所以我们在这本书当中 我们希望去调整大家对于饮食上面的习惯 比方说里面有提到说 面对食物时像无聊 压力大 焦虑 疲累 还是说一个广告 都可能让我们失控去买这个产品 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 其实不会去考虑到自己有没有饿这件事 你只是觉得我想吃 他其实书中前面他有附的那个练习 他21天有21个挑战 那我记得他其实有一个章节 他后面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勾选 你当下是真的饿 还是是因为那些情绪的关系 就是你要分辨出你自己是 长时间没有吃东西 导致代谢性的机会 还是因为工作上遇到压力 或是生活上遇到压力的 情绪性的禁食 他里面有那个方法 你可以勾选 有时候可能第一次 我们已经长期跟身体失联了 就是我们情绪性的禁食 我们不会去倾听身体的反应 他说你可能第一次或第二次练习的时候 你可能还没办法这么清楚身体的反应 那你可以多吃个几遍就可以了解 当下的现在是因为真的很饿 才想去吃东西 还是因为情绪的关系去吃东西 你可以好好的做那个书中上面的练习 然后就可以了解你的身体 然后多做几遍 你就可以慢慢的越来越熟练 进而就是不会再因为一直失败 然后去责怪自己 那其实作者说 就算你因为一时控制不了 然后去暴食 或是因为一时控制不了 去吃了那些不健康的东西 那也没关系 他说那个就是累积经验 他说你要透过好奇心 去品尝那些食物 那你就可以累积决心的资料库 那994你就可以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 哪些食物是对你真正有益 就算一次失败了也不要怪自己 就是去累积 透过好奇心和觉察 就累积你的决心资料库 所以这本书当中呢 其实也提供了三个步骤 一个SOP 帮助大家呢 打破这个自责 还有愧疚的坏习惯 那请盛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像那个作者 他其实里面有提到一个小故事 他里面一开始有讲那个归患狼 就是你可以透过过往的经验去预测外的 会发现是 作者本身他坐飞机出菜的时候 空姐有发一个小零食 问他要不要吃 做好像自成说 他当下感觉 他其实是有点想要接受那个零食 可当时他就想了一遍后呢 预测录他吃了这个零食之后 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虽然脑中想了一遍后 他觉得吃东西好像对到生理 不是很有帮助 虽然他一开始的反应是想要吃 可是他用规划脑就想了一遍 他觉得这食物是对我生理是无益的 后来就拒绝了空姐 那我觉得就是 当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 可能因为不熟悉 然后当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 除了专心品尝 专注的吃这个食物以外 然后我们就是要去注意他 他是什么样的口感 问自己说 为什么我要想吃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食物 那这个食物 我现在吃的这个生理的反应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做记录 然后就是去察觉到 现在是真的饿 还是因为情绪性的关系 加上配合 书中那个记录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生理反应 然后就可以打破这个 过往养成的 无益处的习惯的回圈 然后培养最好习惯的回圈 所以里面呢 有三个步骤 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第一个呢 就是找出你的饮食习惯模式 第二个呢 是善用察觉去打断模式 不是用意志力 是察觉你自己饮食习惯 那第三个呢 就是运用大脑的力量 跨出旧的习惯 打造能够滋润身心的新习惯 你就不会被这个食物主宰 拥有空间 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 那今天呢 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盛婷 来跟我们做分享 希望呢 大家可以来欣赏 这一本新书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观点 由时报出版的 我不饿 但我就是想吃 谢谢盛婷 谢谢 谢谢资源 谢谢大家